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今天的話要跟大家介紹這個主題叫做別讓你的學習不開心 我先問一下大家 你有沒有參加 有沒有選修過線上的課程 我們金門大學好像也有一兩門課 就是類似像我們講的模特式的課 線上選修好不好 有沒有算學分 沒有 所以學得很開心 好 我們現在其實有很多的所謂的模特式大陸城中木克 那這些資源現在很多 那麼各位呢 我們今天主要就跟大家介紹這個主題 也就是說 各位你在這個時代 學習真的很方便 即使你遠在金門 對不對對各位來講你要回到 其他學校再去修選修其他學校的課 事實上相對比較困難 如果以實體的 距離來講 但是我們現在透過線上的真的很方便 那 老師呢在這邊 有我的聯絡電話 這個電話是在另外一邊 但是呢 老師有 做關鍵字廣告 老師也要請教一下 所以 如果您打一下這個 就會看到我的一些資料 那我先 在整個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問一下大家囉 平常你在選課都怎麼選 因為系上說必修就一定要修 然後選修就問同學哪一個比較好過 你們有沒有很認真看一下那個 就是 就是課程的 上課內容 一般學校都會有 像 像我們學校用的是這個 這個平台 跟Gladiahsfly一樣 但是呢 我的課程通常會在前幾名 都在所謂的熱門課程裡面 都在這個熱門課程裡面 好 那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們一般其實如果說各位在看所謂的 選課的時候 你在看 我通常發現同學都沒有很認真看 所以很多老師也就隨便給他寫一寫 也不能說隨便給他寫一寫 就是說 就不會寫得太詳細 那以我的課程來講 我通常都會寫得比較 仔細一點 我哪一週 要上哪一些內容 我會像這樣寫 但是我問一下各位 你看了這些 你可以了解 課程大概上什麼內容嗎 字面上也許大概知道 但是 真正上什麼內容 是不是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其實平常我都會有 另外準備 什麼叫另外準備呢 給你看一下 因為 我的課程介紹 我會把它另外 準備好 一個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除了學校標準的這種課綱以外 我還會有像這樣子 告訴他 因為我們 我這個課程主要是教 是動畫的 特效的部分 所以我會把我們叫上課的範例 還有呢歷屆的上課錄影片都會公佈出來 這樣同學在看的時候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你看我們在這邊 那大綱的部分比較沒問題 上課的範例 點進去 他可以很清楚看到我們 要做什麼樣的動畫 比如說 這裡 他點進去 不是只有看那個圖 他還可以直接撥來看 這樣你有沒有比較清楚上課會上到什麼的 會學到什麼 對不對 那另外呢 除了這樣以外 你看 我在下面這邊 如果公告 我們以前 所有的上課錄影影片 因為我上課 全部都會錄影 全部都錄影 所以同學如果是屬於技術性缺課 有沒有 某個時間不方便來 自行回家讀課 好像 你看105年的 105學年的 點進去 就可以去看到哪一天上什麼內容 像我們 我們學校比各位早一點開學 早一個禮拜開學 所以我們 已經上到第3週了 已經上到第3週了 所以你看在這邊 這裡 這邊 這樣剛好沒辦法讓各位看到那個 沒有辦法讓各位聽到聲音 因為我這邊 HDMI 會像這樣 所以 他就可以很方便的 他如果要補課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補課 那 大多數我現在都會把自己錄在裡面 都把自己錄在裡面 所以呢 我給你看一個油的 怎麼剛好 這幾段都剛好沒有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像我們這樣的話 你有沒有比較清楚 你到底會學到什麼 大概 之前怎麼上版 對不對 而且你不只上過 上過之後還可以複習 這些資料都留著 那其實老師的影片也會上傳到YouTube上 所以我的雲端令點YouTube還有學校的數位學平台我們都會放 這樣的話其實對同學在學習就相對比較方便 那麼 像我這個學期還有 一門課是 有關於互貿多媒體的部分 那我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會有牽涉到網頁 所以我們就另外做了一個 課程 大方 也是一樣就是把 會上的內容 我們就把它 解釋清楚 說明白 我想這樣各位在看 就會比較清楚說 到底我在選課的時候 選的那一門課 到底能夠學到什麼 這樣會比一般各位在 選課是不是來的 比較 清楚一點 但是呢現在這樣還不夠了 因為呢 我們 要回到我們主題來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 讓你在網路上找到更多的課程 當然現在有的課程是有付費的也有免費的 好